不只是刚刚讲的 战略上面要对中南部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安排 这是合理的 历届都有 那历届这样子 过去曾经讨论过 可是我都觉得这个部分是可接受的 但是最不可以接受的 其实是三件事情 第一 如果吴敦毅真心想要当立法院长的话 他排名第15名 其实他并不算是特别的不安全 他没有过半 因为三四席当中的过半是要17席 可是如果你排第15名的话 其实并没有真正要过半的压力 相信之下 你有那一个必胜的决心 所有人就关心你排在第几 所以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炒成这样子 跟吴敦毅到底是属于去奉献的 还是自私的 其实从他排第几 就会成为大家评断的一个标准 第二就是没有年轻人 其实民进党的名单也真的很糟 但无论如何 至少他们敢把年轻人放在第一第二 你让第一第二 是感觉上面是对整个台湾 有希望的一些年轻人 你也对于国民党 要去吸引年轻人的选票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在这里面 平均年龄都非常的高 每一位平均年龄都非常高 不是没有位置可以排他们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看不到专业的名单 所谓的专业 不管你是要在 就是像这里面 当然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车一进 她的title居然是某某人的妻子 在台湾独立自主 有能力的女性多的是 找不出任何一位 有代表性的女性吗 张善政她因为是无党籍的 她就表达了对这份名单的不满 所以才会说 你们可以切割投票 因为我们在这次选举当中 会拿到三张票 一张是区域立法委员的 那这个国民党各自的区域的立法委员 都还在努力当中 但他们昨天都非常惶恐看到这份名单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领导人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 其实这三张票呢 彼此之间没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但是可以发挥相互吹票的效果 比如说 今天如果我看到这份名单 当中其中某一个亮点 那我可能就想说 好吧我去投票 那既然投票我就三张票都领吧 领了三张票之后 我三张票都盖吧 那如果我喜欢国民党 我也许就把国民党的候选人 投票盖上去 但是如果这份名单 他不但没有办法 激起人们 这么走进投票所 相反的会唾弃国民党的话 那么光是要走到投票所 都已经很困难 更不要讲说 我还要领另外两张票 去投那一个领导人 跟区域的立法委员了 所以我觉得张盛盛表达了 他对于这份名单的不满 就是我许这份名单的不满 我许这份名单的不满 是